大家好,我叫楊英凱 我最想要提案的東西是 圓能會的管制事件的時間軸 這要先跟大家簡介一下圓能會的業務 如果你去看圓能會的網站 大概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視察報告 按照時間去分類 然後每一份視察報告或每份報告 點進去就會是密密麻辣的文字 所以文字上可能一份報告裡面 可能會有五間拿到十件左右的不同的事件 就是一個核電廠裡面可能壞一堆東西 那這些東西 你看到它壞以及你看到它什麼時候修好 你沒有辦法在一份視察報告上看到 所以唯一我們目前可以仰賴的是 很認真的立法委員或很認真的新聞媒體 然後去追蹤 然後以及在很低的機率狀況之下 圓能會的網站上可能就會有個專區 告訴你某一個事件 他把相關的報告再整理上來 那對我來說我會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能不能去分析他已經既有公開的這些報告 然後把這些報告中的事件 擷取出來變成一個像時間軸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要做的時間軸 我覺得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是 目前處於404狀態的政治 對我自己想要弄彈的話最後聽不去 所以大概去思考一下政治的來源是Wikipedia 而圓能會這邊只能提供的是Word PDF 那我希望他未來能夠做成一個像時間軸一樣的東西 如果要達成這樣的話 可能會有幾件事情要做 那這同時有的是我可能會遇到的需求 第一件事情是就現有的這種文字的模式 我們需要找出一個分類的方式 然後我需要可能有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幫我想想看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分類 然後有這樣分類方式之後 我們再看能不能用PAR資料方式 把它變成一個open data的格式 或者是直接去要求原人會在未來的報告之中 直接改成這樣子的格式 那以及去設計一個像政治這樣的時間軸 並且回饋回原人會 他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報告格式 而為什麼我會說可以回饋回原人會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自己其實就是原人會的開放資料委員會的民間委員 然後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大概偷渡了一下 就在這個會議之中 讓他們做出了一個結論 所以他們也許會願意做 以及同時剛好因為有立法委員在前天就關注到這件事情 那總括今天這樣子的東西就是 我會需要幫忙除了 除了這是一個大概才三四天前才開始構成的專案 所以如果各位有意見的話 希望可以到Hacker上或是來告訴我 或是直接打進我 所以這東西不可惜不要做了 好 謝謝大家